走在清華大學的校園裡 赫然可以看見一個相當顯眼的3D立體斑馬線 運用線條設計以及白色、紫色、黃色的顏色區塊 讓斑馬線就好像浮起來 不管是駕駛還是路人 都可以輕而易舉看到這個斑馬線 我想它還是會有一定的程度 因為畢竟視覺化上它還是可以比較浮凸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想是有一定的效果在 我覺得很好啊 至少學校有在關注一些 就是在校內行車安全 或者是在同學在過馬路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哪些事項 所以我覺得學校這樣子的用心 是很好的一個用意 清大總務長顏東勇說 過去校內都會設置麵包型 減速路面提醒駕駛減速慢行 不過有失聲反應 過多的減速路面會傷害車子的避震系統 為了改善這種狀況 清大校方日前找來預設系的學生 設計了這個立體斑馬線 希望可以取代麵包型減速路面的功能 到目前為止試辦的效果還不錯 大家的環境感覺還不錯 而且車子開經過的時候感覺 確實大家感覺那個有立體感 大家無形這個無形當中 大家會好像比較自動的減速 而且人形感覺人形看這樣子也還不錯 人形穿越的時候感覺也還不錯 更重要它有個代表色 就是我們畫上清華的代表色紫色 3D立體的斑馬線看起來感覺不錯 目前學校內只有一個地方在試辦 清大說假如效果良好 未來也考慮推廣到學校的其他地方 保護大家的車輛避震系統 也保護行人的用路安全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